這個套...兩個套一起就多了 嗯...對 這個椅墊我就不拆了 不然拆的時候會放回去 yoo yo我是魯特 現在啊 我在把後箱準備給他裝上車 原因是因為呢 這一次我們要去切地瓜 天數預計是四天三夜 這次有幾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首先是路線 這次我們走的路線 能走越小條的路 我們就不會走大條的路 盡可能的在有限的時間裡 多騎一點我沒有去過的地方 又在外面過上三個晚上 所以出發前我一直都在思考啦 到底要不要三天的住宿都訂好訂滿 最後決定只訂一個晚上的住宿 剩下的就隨緣 如果是海線環島的話那就還好 基本上沒有什麼壓力 騎到哪再訂住宿就好了 不過在山裡面怕找不到民宿 心裡還是會怕怕的 最後就還是把帳篷 水袋 鍋具 全部放進包包裡 可以說是帶著家當環島了啦 最後是車輛的部分 這一次騎的車 非常的特別 390 ADV 還有目前很少見的 250 ADV 390 ADV 作為黃牌的多功能車 這趟路特一共與他相處了整整超過四天 而這四天 在山裡面串來串去 總歸兩個字心得 輕巧 騎乘起來我覺得它是一台非常適合長途旅行的車 重量輕 功能性齊全 動力很適合在台灣的道路環境騎乘 即使載著全身家當 行駛在快速道路還是輕鬆無負擔 比通機具的車款多了更豐富的電控 在不同的環境下還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調整模式 操控性真的很棒 250 ADV 作為台灣少見的白牌多功能車 保持著充沛動力的同時 還可以免去每一年 甚至每半年就煩人一次的驗車 這次騎乘起來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好騎 騎乘的過程 整台車平順到一個不能再平順 非常的舒服 舒服到甚至我都懷疑它是不是真的有發動啦 不管是在市區 山區 都可以瞬間感覺到250 ADV的靈活 這次我們也把250 ADV騎進林道 整體給我的感覺很穩定 不管是過坑洞 土堆 甚至騎到路都塌了 我還想要繼續往下騎 KTM的小排量多功能車系 騎乘起來靈活輕巧 有機會的話真的很推薦大家到各地的經銷商試乘 尤其是250 ADV 讓我第一次騎著它長途 就非常的驚艷 放上加檔了之後 兩台車也是載的滿滿滿 把東西全部整理好 我們也準備出發了 第一天算是一個移動日 這一次我們準備從北往南騎 所以第一天我們往北部騎 選擇在北頭過一夜 隔一天再接著出發 我們往北部騎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隔一天早上6點出頭起了個大早 切地瓜嘛 里程數看似不高 只有短短的700多公里 但是因為這趟安排的路線都是小路 所以雖然這趟我們安排了4天的行程 但是講真的 每一天還是真的要騎得滿趕的 而如果最近持續有在看盧特影片的朋友 應該有發現 這幾個月來的行程 從原本一出門就是一定要來個屁股爛的行程 逐漸轉變成了到某個定點之後 盡量下車走一走 節奏比起以前可以說是慢了很多啦 但是這也是我近來蠻喜歡的旅行方式 所以一開始在安排這趟行程的時候 我原本還很天真的 在這種重走的行程中 硬是插入了很多步道啦 零到 直到後來實際出發了之後 我馬上就後悔了 因為常常我也要趕到某個地點 所以路程上就會變得很趕 真的蠻可惜的 一早出發之後 我們首先先來到了Seven 一早嗎 先來一杯咖啡提提神 喝完咖啡之後 我們也從北投 開始展開了這趟 四天三夜的切地瓜 首先先來到中游的陽明山站 把油量全部給他補滿 對可以試試 那後面那台也是一樣的 1082開始正式切西瓜樓 加完油之後沿著陽晶公路 繼續入往北 前一天我們選擇住在北投 原因是因為切地瓜嘛 從北到南 還是決定從富貴角燈塔開始 儀式性的展開這趟行程 接著從陽晶公路 接到了這條 之前我一直很想來 但是從來都沒有機會來的 巴拉卡公路 從陽晶公路上我們左轉 進入了巴拉卡公路 這條公路界裡的101 101甲 對於許多摩托車騎士來說 應該是算比較冷門的公路啦 比起陽晶公路 巴拉卡公路的路幅 路況 都明顯差了不少 再加上一些 民俗專家口中的說法 也替這條公路 增添了更多神秘 詭異的色彩 有陰廟啦 之前是亂杖崗啦 路邊都是人啦 對於這些聽到會讓人覺得 毛骨悚然的討論 其實我是一直秉持著 人比鬼還恐怖的想法啦 帶著一顆平常心 不需要特別害怕 但也不需要特別的鐵齒 漫遊 就可以了 而巴拉卡公路 連接陽明山與山芝 在以前因為這裡的坡度 實在是太陡了 所以當地的居民 使用筆桶樹的樹幹 一段一段鋪設台階 最後一共鋪了162階 所以才開始有了 百六契 這個地名的出現 在日治時期 被稱為百六嘎 這個地名到目前 從Google map上 還是看得到的 跟大多數的地名一樣 百六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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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現在的巴拉卡 而魯特是覺得 在這條公路上 真的沒有大家說的那麼恐怖啊 反而 風景 還滿讓我感覺到放鬆的 騎乘到這裡 不難發現 大部分的路段 都被領印遮蔽 所以只要有下雨 路面上都會被青苔覆蓋住 當天我們騎乘的時候 也遇到了幾位觀眾 跟我們打招呼 停下來的第一句話 幾乎都是 這條路上很多青苔 提醒我們 等等下山要小心騎 諸如此類的 也很感謝當天遇到我們 車友的提醒啦 但是因為我們出發這一天 剛好是在暑假的剛開始 車流量 基本上也不太允許我們騎得多快啊 一路上就這樣二三十的歸宿前進 雖然說一路歸宿前進 但是巴拉卡公路的長度 其實不算太長 只有短短的10公里 期而大概半個小時 我們也進入了最後一段路 從這一段路 可以看見遠方的海 已經近在咫尺 離開101線道 我們也接回了台二線 一路沿著北部濱海公路 經過山枝 我們也來到了富貴角燈塔 騎了一整個早上 終於啊 來到了這趟切地瓜的起點了 在你們剛才看完前面的影片之後呢 昨天是我們的移動日 移動日從什麼時候開始 我們從昨天的大概5點多 到凱旋拿完車 就出發往台北七 到我們這個 住宿的地方 已經是昨天的凌晨1點半 那我們睡了短暫的4個小時之後呢 我們又開始從北投出發 來到了富貴角燈塔 上一次我來到這邊的時候 從那邊 封鎖到那邊 是沒辦法進來的 而且呢 上一次我來的時候 也是切西瓜的時候 不過呢那一次富貴角燈塔 算是我們 在那趟旅程中的終點 這一次 富貴角燈塔 變成了我們在這趟旅程中的起點 我們的切西瓜呢 正式 從這個時候開始 今天我們騎的這兩台車 390ABB 還有250ABB 而且為了因應我們這次的行程呢 我們還有箱子 非常可愛 這個是KTM 原廠的箱子 現在裡面已經被我塞滿東西了 然後呢 我還尬上了一個這個 後箱 因為我們今天住宿的地方呢 是在南山 那邊好像也沒什麼民宿啦 不過這一趟我非常堅持要住這個高麗菜的故鄉 晚上呢 我們住的是一個算是比較偏向露營區的地方 在那邊 沒有東西可以吃 附近也沒有什麼餐廳 什麼都沒有 所以呢 鍋子 我們要自己帶 水果大我也帶了 砧板我也帶了 什麼我都帶了 等一下我們到宜蘭的時候呢 我們先去買個 兩塊牛排 再買個湯 然後在那邊呢 我要去買一個高麗菜 來煮高麗菜湯 高麗菜的故鄉就是要買高麗菜 今天早上騎了 我們的陽晶公路 還有巴拉卡公路 個人是覺得 可能是因為假日的關係 幹車子真的超多的 等一下 我們就準備要出發了 大家都覺得 切地瓜怎麼樣 一定都是在走三線 可是我們這次呢 特別的不一樣 我們這次反而就是 在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從北亞恩出發 接下來這兩天呢 我們走的路線呢 也有別於以往 因為以往我們都是走 台21台18啦 然後 就那幾條 這次不一樣 我們 過了武嶺之後呢 明天才是最讓我興奮又期待的部分 明天我們要去靜觀部落 也是走一個 合作產業道路 往下了之後呢 我們會往山領性的方向前進 然後呢 可能再走個大安領道 一直往南 小弟呢 是還蠻期待的 走小路非常的適合 尤其是250 好啦不要再講廢話了 我已經快講5分鐘了 真的要出發了 光是在這邊 今天就可以剪一集好不好 GO 離開富貴角燈塔 接下來的路線 打算繼續騎在 濱海公路上 經過石門金山萬里 基隆瑞芳共僚 從頭城 進入宜蘭 接著再往山中出發 切地掛的行程中 這一次我們沒有選擇 在一開始 就直接切到山裡 原因是因為 還是想要在未來的這幾天 進入山中之前 可以好好的多欣賞一下海景 所以呢 這一次算是 不知死活吧 打算直接騎進基隆市區 經過這一個在地圖上看似小小一片的市區 殊不知 最後我會很後悔 我做了這個決定 我不知道你們的導航是不是跟我一樣 還是我的導航是盜版的 在進入了基隆市區之後 車多就算了 路線複雜 也算了 但是這個導航 總會延遲個兩三秒 常常 我都已經在入口中央了 或是已經經過入口了 才聽到Google小姐跟我說 向左轉 在這個入口要左轉嘛對不對 我已經騎到中間了 他才跟我講說要左轉 這樣的結果就是 在這個地圖上看似 鬥立般大小的基隆 竹竹繞了超過半個小時 還沒有走出這個迷宮 而你現在看到的畫面 已經是我們在經過了一個小時的繞圈圈 在來而復休息完的畫面了 狗魄在這裡已經完全拍到沒電了 而從這裡 我們終於可以開始慢慢享受這海景了 距離我上一次來到北海岸 應該已經是之前 我已經忘記是甚麼時候了 印象中 已經是之前來不厭廷了吧 甚至是上一次切地瓜的時候了 對我來說北部真的是比較少到訪的啦 而今天的天氣 不只晴空萬里 還是會曬到一個差點中暑的溫度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 今年的夏天 比起過去幾年 不只熱的早 還熱過頭 印象中前幾年 似乎還沒有今年這麼熱 奇奧這邊不誇張 已經全身都是汗了 加上才剛剛從市區地獄回到人間 在這裡我只有一個想法 就是超級想要直接衝到山上避暑的 想起來 也是自己大意了 沒有閃 真的太天真 竟然想著基隆不會塞車 也算是做了一個良好的示範啦 這樣大家就會知道 基隆下次可能不會這樣情緒了 北部冰海公路在經過了山雕角燈塔之後 就可以看見龜山島 在海的那一端 看起來離我們很遠 卻又感覺很近 看到了龜山島之後 我們也準備離開貢寮 進入宜蘭的頭城了 在進入宜蘭之後 雖然我是真的很想要直接給他殺到山上 但是因為今晚我們住的地方 有別於以往 都是住飯店阿民宿 這一次蠻特別的 我們住在南山部落附近 的一個露營區裡面 所以接下來呢 打算先找一間全聯 買個晚餐 接著再走台七甲 到南山部落 於是又經過了一長段的市區 我們終於來到全聯了 我們騎了一整天 我們終於到了宜蘭了 我們現在剛到宜蘭 我買了大堆東西 準備今天晚上去那個 營區裡面 那我原本想法呢 是要買高麗菜 可是 剛剛上網查了一下 高麗菜呢 只開到五點半 現在因為現在時間已經四點半了 我們離我們 住的地方還有大概一個半小時 希望上去的時候 還有再賣高麗菜好不好 四顆五十塊 但是呢 我要給他五十塊 然後我只拿一顆 我們把剛才在全聯裡面買的東西呢 全部給他送到這個 保冷袋裡面了 KTM這個 這個側箱呢 上面是平的 而且很大 穩穩的 我覺得應該沒有人切地瓜 像我們這樣在那邊 騎市區 然後又 基隆 又宜蘭 騎了一整天呢 騎得超累的 可是里程也沒有很多 我們今天晚上好好的再休息一下 準備出發了 GOGO 在全聯補給完之後 我們接下來準備繼續出發 時間到了這邊 也來到了接近下午5點 原本的計劃是想說 在到了南山部落之後 再買一顆高麗菜 直接在營區開主 但是上網查了一下 高麗菜 好像只賣到5點半 所以看來應該是來不及了 切地瓜的北部行程 必走的一條路 就是這條的台7甲 雖然說早上很任性走了海線 但是到了這裡 可以說是唯一一條 在中央山脈裡的縱走路線 現階段已經可以說是滿足不了 我們想探索小路的心了 騎著騎著 到最後你就會覺得 騎在7甲上面 就跟在市區一樣 出發前 我甚至還一直在找 有沒有更小條的產業道路可以走 甚至想說 如果正希寶有路 可以通往武林農場 那我原本是打算走台3線 到新竹 再切近山區的 但是找來找去 很可惜的 就是沒有 最後還是決定從大統鄉 進入山區 沿著台7甲往山中前進 因為時間的關係 可以看見山路上 不管是對象 還是我目前行駛的方向 一台車都沒有 這段路大概是今天 騎到現在為止 最最最 舒適的一段路了 而越往山中前進 高麗菜田也慢慢出現在我們視野之中 夏天來到這邊 一間短秀 也會覺得非常的舒服 甚至還會有點冷 最後再騎了大概40分鐘 終於來到南山部落了 原本還想要加個油 但是時間嘟嘟好 加油站已經下班了 不過讓我更意外的是 高麗菜 竟然還有在賣 所以當然 就是要來一顆的嘛 一顆50 很便宜喔 而且又很甜 好 這個是從山菜喔 要怎麼 這個都是同一批的 所以都沒差是不是 對對同一批的 同一個菜園採收的 好 那就是你隨便猜一個 兩顆100 這個兩顆在平地只能買到一顆的錢 呵呵 我們我們因為我們 我們起來今天錄影 要晚上要煮而已 對啊 你們要當天煮喔 等一下就煮 這個就好啦 這個三顆100就好了 我們去全年 全年全年全年都這樣子啊 這個等一下要過多 我們兩個要吃而已 然後晚上吃完 不然你買一顆 就要回去了 一顆 因為你要現煮嘛 對啊對啊 對啊 你現在煮 煮蘿蔔還是煮 煮大鍋 煮大鍋燥是要炒的 湯然後也會炒 要不然買這個好了 好啦好 差不多多少錢 我本來想說那個給你上三個 看到高麗菜還營業者 心裡更貪心的想說 茶葉蛋應該也會有吧 所以打算碰碰運氣 看看能不能替晚上加菜 現在有茶葉蛋嗎 茶葉蛋下個月 喔好謝謝 但還沒有 很可惜茶葉蛋還沒有在賣 所以接下來 我們也準備一路往營區出發了 這次來到南山部落 應該是我第五次來到這邊了 但是卻是第一次住在這邊 以往到這裡的時間點 真的非常的極端 不是正中午 就是晚上9點過後 還真的是我第一次 在6點多的時候來 即將下山的夕陽 把柏油路照得閃閃發光 一路上 在高麗菜的陪伴下 我們也帶著一顆高麗菜 來到了 今晚的住宿點 雅霸的山 位於台七甲上的雅霸的山 位於台七甲上的雅霸的山 這是我第一次住在這裡 在老闆娘的帶領下 我們也來到了今天晚上住的 小木屋 這條台七甲線 路名就叫泰雅霸 南山部落 是南陽溪最上游的泰雅族部落 目前的居民 以泰雅族人 佔多數 少數則是漢人 雅霸的山 其中雅霸的意思 在泰雅族語中 有著父親的父親的父親 從光榜中可以看到簡介 意思是由父親相傳的山 今天我們住的是這個 小木屋 非常可愛 小巧 我手舉高就可以碰到這個 就可以碰到這個屋頂了 裡面的造型 我覺得德恩雅納裡面那個 可能也是跟他長的一模一樣 他裡面其實什麼設備都沒有啦 睡袋 枕頭 可能你要自己帶 個人是覺得 這個床 是蠻大的 我是覺得 這邊晚上的時候應該是會蠻冷的 因為 高海拔 那但是夏天來這邊的 還蠻涼的 所以我覺得今天晚上的 說不定應該是剛剛好 這裡 有個梳妝台 可以給你放東西 那裡有一個插座 不過要注意的是呢 在這裡的插座 你不可以插太高功率了 不然呢 很可能就是直接跳電 他上面還寫說 電線走火 就是他會跳電啦 因為畢竟這裡也是山區嘛 可是我們覺得今天騎了好久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好好煮一個晚餐 這裡也是沒有公餐的 所以 我們剛才在全聯呢 買了一大堆肉 就是來這個時候煮 現在呢 我就準備來把我的東西給他全部放好 放好之後呢 就準備吃晚餐了 晚餐見啦 狗狗 這裡的海拔 大約是1440公尺 來到這裡 有一件事我覺得是比較需要注意的 就是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即使今天曬了一整天的太陽 但是一到這個海拔 還是會覺得這個晚上的溫度 真的蠻低的 所以如果也想要來到這邊過夜的朋友們 千萬不要被平地的氣溫騙了 保暖 還是要做好 我覺得在切地瓜的行程中 住宿安排個露營區 真的非常的舒服 雖然說我們今天晚上住的地方 不是真的要搭帳篷啦 當天讓我最愜意的 應該是在這麼趕的行程裡面 還有時間 在戶外煮東西吃 也算是蠻新鮮的體驗啦 如果有機會安排個3天切地瓜的朋友們 下次不妨可以試試看這種旅行方式 會有蠻新鮮的體驗的 原來我自己也可以剪出好牛排 那我酸片有點好嗎 好吃 你酸片比牛排好吃 酸片比牛排好吃 老橘白是不是有加鹽啊 因為那個要加鹽 因為那個沒有調料 對 應該是要加鹽 真的是問題 啊 我想起來了 通常是把鹽撒在旁邊啊 你怎麼在沾啊 對 只是要吃人在沾 半熟 我覺得剛剛好 我超愛 嗯 喔對 沒有加鹽 欸我不知道是我自己做的關係還是怎樣 我就會把帽子勒 看來我已經得到老橘白的真傳 舒服 等一下我們現在煮 南山高麗菜汁玉米濃湯 我要繼續吃 小弟呢目前人已經在吃我的南山高麗菜和玉米濃湯 因為我高麗菜其實是比較喜歡吃那種軟嫩的 但是我覺得它這邊的高麗菜好像煮不爛 應該是因為高山高麗菜的關係 這個高麗菜應該煮了半個小時了 吃到我口中你還是聽得到它的脚脆脆的聲音 你有聽到嗎 我當然聽得到啊 我覺得啊如果有來南山然後你有剛好住這邊的話 然後就去南山部落買一個高麗菜 一顆也才50塊而已 芝食在地小農 順便爽吃高麗菜 啊它一顆也沒有很大顆 所以 也不用怕說買一顆吃不完 現在就要繼續來吃我的 玉米濃湯 大家不要看我現在穿的短袖 其實 其實現在周圍的溫度是有點低的 喝著這個熱湯真的非常舒服好不好 吃飽喝足 在這一片安靜涼爽的環境下 我們也結束了一天 休息一晚 準備迎接 明天的行程 一早就在這個景色下起床 真的無敵滿足 今天我們的行程 預計一樣走著台7甲 從南山部落出發 從黎山接到台8線 經過大雨嶺之後接到台14甲 再從台14甲經過5嶺到南投 今天就不像昨天一樣有訂房間了啦 一路隨緣 騎到哪停到哪 反正帳篷也帶在身上了 就沒什麼好擔心了嘛 在小木屋煮完早餐 收完東西之後 我們也準備得繼續出發了 第一站 首先我們打算到靜觀部落 去走一走 仔細回想起來 這好像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經過南山部落 是沒有下雨的 從昨天的晚霞 到今天早上的日出 一早起來 就有一種 啊 原來南山 也是可以這麼的親人啊 這種感覺 從營地出發之後 只騎短短不到30分鐘 我們也來到了 思源亞口 每次切地瓜 只要看到了思源亞口 就知道我們準備要正式進入台中 或是準備離開高麗菜的故鄉了 原本我以為 過了亞口的天氣 應該會開始變天 但是出乎我預料之外的 一路上依舊 陽光伴我行 所以騎到了這裡 即使我只能吸著砂石車的廢氣 但是心情 只有慢慢的越來越好 甚至邊騎還邊期待著 等等的靜觀部落 可以有一個大太陽 這份喜悅沒有持續太久 就在離山加油站加滿油 換個相機電池之後 雨 也開始下了下來 隨著我們越來越接近武嶺 雨也開始越來越大 其實一開始在下下來的時候 我心裡是想說 應該過武嶺就沒有雨了吧 說不定還可以在昆陽飛空拍機之類的 但是老天爺這一次 非常的不給面子 一路從小風口給他下到人子關 雨勢只有大沒有小 原本的靜觀部落 在快到霧射之前 還是一樣大雨 所幸就直接不停了 繼續往下騎 而在親近附近的車 真的超級多 可能是因為暑假剛開始 兩個字在形容的話 爆滿 等我有記憶的時候 我們已經在山下了 原本為了要去靜觀部落 所以走了台14甲 結果遇到下雨就算了 還塞爆 光是在台14甲上面 就耗去了超過2個小時 時間到了這裡 也差不多接近下午5點 所以就在下山之後 決定在附近 找個可以住宿的地方 今天可以說是真的隱恨啦 天后不佳 早知道就走例行產業道路 可能還不會花這麼多時間 不過千金 難買早知道嗎 最後決定 在日月潭過一夜 接著當晚 再安排隔一天的路線 我們在日月潭 洗壺 洗衣服 我們今天從南山出發 然後騎了一整天 到武嶺那邊的時候 暴雨 暴雨完了之後 我們現在下來 非常臨時的決定住在日月潭 住宿也非常臨時 隨便找了一間 就直接這邊住下來 住下來之後發現 那個民宿裡面 沒有洗衣服的地方 我們又從日月潭 騎到這個伊達邵部落這附近 來這邊洗衣服 哇速毒欸 速毒一解 謝謝 這很簡單 你不要摟眼睛嗎 他把我衣服掉下去了 你的內褲掉了 內褲 我的內褲 我會洗腦 這月潭這裡有這一件 DOTOR WASHING LONG JORMAN 這件開在這邊 提供我的洗衣服 服務 不然我明天來 穿著濕掉的內褲 還有褲子騎車 現在我明天可以乾乾淨淨的出門了 加上今天也非常順利的 他把我們澡給洗完 非常讚 投幣投起來 爽洗耶 我買完了 我來喝一口看看 我吸到的第一口是茶包 日月潭的垃圾很多喔 各位朋友 現在時間也來到了9點 接近10點 我們終於準備要出發了 等一下呢 我們的路線 原本我是想說要走頭六山 不過我們現在時間有點小delay 所以我們應該就直接走21 進到水里 接131 再139 139完之後呢 往30C的方向 前進 進入入谷 入谷之後呢 我們再走一個大安林道 一直往南 繼續往南走 接到了雲嶺之丘之後 我們再往149甲 這趟的路線呢 我們來走一點小小微微顛簸的路線 準備出發了 GOGO 我覺得啊 KTM這個袋子啊 我真的非常喜歡 好想買一個喔 好看 對而且他 他這個有點像是槍型袋吧 他也不用貨架就可以直接裝上去 我覺得真的蠻不錯 買一個那個橘擺可以裝 我們現在已經在那種 側箱 爽壞了 對 因為東西實在是太多了 一整天 可能剛開始背的時候 覺得還好 可是長途下來就是 很不舒服 欸可是我之前都釀背 真理現在老了 直接要浮了 果然我們人有沒有 不可以一次就過得太高級 太豪華 游減入奢液嘛 游游入減南 我現在就是處於游游入減南那個狀態 你現在就是在為了你 老話 好驚恐 今天呢 小弟我換騎250 我們珍珍呢 換騎390 第一天出發我們走著基隆市區 昨天接著有三路塞到堡 所以今天一定要雪齒 路線我們也即將從中部 往南部前進 這段路中 必走一條路 就是連接納馬夏 還有阿里山的那三條產業道路 一早起來 大致上想好路線之後 我們也準備繼續出發了 出發之後繞了半圈 我們也從向山離開了日月潭 從台21上接到台16 如果按照昨天的原定計劃 我們會到俊大領道裡面走一走 但是昨天在下山的時候 時間已經delay了超過3個小時 所以這次的俊大 就只好留點遺憾 下次再去了 從台16線進入水裡了之後 接到131 139線道 最後我們也來到了陸谷 一早的目的地 打算先往三陵溪深入 從陸谷接到了這條長19公里的151線道 這條路線可以說是唯一一條 前往三陵溪的公路 另外一條 則是等等即將騎到的大安陵道 從陸谷市區出發 海拔也會開始直線上升 是一個夏天想避暑的好地方 不用騎到真的很深山 在途中就可以感覺到周圍的溫度疑人了 而151線道到了溪頭 我們就會接著接到頭95 三陵溪公路 在這裡最有名的 大概就是那充滿動物的髮夾彎 12生肖彎 在頭95 每繞180度的彎 就會有一個黃色扛棒 看了再仔細一點 鼠牛虎兔龍蛇馬羊 猴肌狗豬 每一個彎的命名 都是以12生肖動物來命名的 從鼠彎開始 最後一路爬升到豬彎 海拔也會來到超過1500公尺 聽說在這裡的雲海也非常的壯觀 但是今天的天氣 在我們從市區出發的時候 又是一個無敵大太陽的好天氣 所以很可惜沒人看到雲海 只能看著遠方山頭上的雲物 慢慢覆蓋 這裡的零像 樹木高挺 路面也看得出來是有在維護的 狀況很好 路也很平 不過來到這裡 還是比較建議平日再來啦 因為假日 真的超多遊覽車 平日的車應該也會比較少 騎起來 也會比較舒服 騎了大概30分鐘 從這裡開始 公路上逐漸被雲物覆蓋 而我們 終於來到了大安林道的入口 而這是我第一次來到這裡 在我心中 我一開始對於大安林道的想像 就是整條都是土路 而手機在這裡也不會有訊號 還是讓我稍微擔心了一下 不過下車走了一圈 好像剛好在入口處是信號的死角 往林道裡面走一點 就又滿格了 所以在確定了收的到訊號之後 我們也終於正式踏上了我在這一趟已經孝想很久的林道了 這條林道在我們這一趟的旅程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因為這一次臨時改變計劃 不走台18 台21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從大安林道 接到雲家南交界的雲嶺之丘 而一進入林道 整個心情 也瞬間好了起來 大安這個地方 原本是以種植一些經濟作物為大宗啦 竹子 茶葉 但是在這條林道裡面 三步一茶園 五步一竹林 近年來也逐漸在轉換形態 露營區變得越來越多了 整條林道 路面大部分都是水泥鋪裝的路面 騎乘的前半段 還會經過很多的制茶場 完全沒有什麼自己是騎乘在林道中的感覺啦 路況呢 算是中上等級 並沒有說太難騎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大概就是騎乘到一半的時候 還會有很好的 展望 因為靠近307 所以這裡的天氣狀況 時常是在過了中午之後 雲霧就會開始聚集 可以看到太陽依然很大 但是遠方的雲霧 已經慢慢聚集了起來 繼續往下走 經過了制茶場 住家之後 感覺我們也翻過了一個山頭 山藍又重新出現在我們周遭 接下來的這一段路 就會開始進入 陸服狹窄的路況了 我們就像是走路茶園的迷宮之中 隨著陸服一路左彎右拐 路面上也會開始變得破碎了起來 接著布滿了青苔 雖然車上載著全身家當 但是騎到了這裡 還是沒有什麼不舒適的感覺 這才是我們這一趟要的切地瓜嘛 騎在這裡 你會感覺你好像已經越過了不知道幾個山頭 感覺好像已經離開山林溪公路很久了 景觀也有著非常大的變化 一下茶園 一下竹林 一下雲霧 真的非常的舒服 而這一趟 就好像是在考驗我的脾氣 騎到一半 路竟然斷了 還是我們要接着 這間的車子 是一個這間的車子 是他們的車子 在說什麼 有空的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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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空的車子 有空的車子 是用空的車子 是紅的車子 有空的車子 我們要在原路騎回去 不知道有沒有小路 可是是說這個路好像也夠小 我們現在尷尬了 我們為了要走小路 所以我們離開南投市區非常遠 離開主幹道很遠 主幹道的意思就是台二一台十八 甚至是一三一 蠻遠的 騎回去應該要再騎超過一個半小時 然後結果我們選擇走了這條大安寧道 結果在修路 可是我覺得很漂亮耶 就是我現在的心態已經有點變成像是隨遇而安的 你知道嗎 就是隨便它啦 反正就已經美通了 等一下我們應該沒辦法再走小路了 我們接下來就要走大路了 整個雲霧繞繞有沒有 然後重點是上面的太陽也非常大 很熱 陸基到了這邊呢 這邊一大堆土石 應該是前陣子下雨 全崩了 陸基吧 應該是在打陸基 這個人要深度越野 對 可能要叫好竹哥 這30ATB我就可以 好竹哥 重點是阿 這個茶園也超酷的 他旁邊也都沒有其他路可以繞 就只能走這一條 所以好啦沒關係 你看我們的路就在那邊 可是我們卻走不到 我們的路非常漂亮耶 對啊 對啊 有沒有覺得不能繼續把這條走完 我覺得很可惜 唉 我們留點遺憾下次再來走 跟307還有剛才停的那一個地方 一起 我覺得我們騎到這邊 真的已經是 我真的盡全力了好不好 可是沒辦法繼續走 先跟大家說聲拍謝啊 等一下我們要去回車了 Go Go 他現在非常的示弱 無奈你知道嗎 我們為了騎這條路 我們真的繞得很深耶 沒有人切西瓜 這繞到307的耶 因為307其實是死路阿 就是他不會太繼續往南 我們就是隔壁這條有通而已 幹就往哪通 這個view 非常的讚 這條大安寧道 在這次我們來到這裡的時候 路斷了 當下其實真的滿錯愕的啦 原本想說如果只有這兩個土堆 是還過得去的 但是再往下走 連路基都不見了 所以看來 真的只能打消念頭了 因為我們不走台18 轉而進入307 結果現在卻要面臨著 騎著原路再回到路股 需要走原路一路往南 可是後來想了一想 雖然說路還在修復 不過這一趟其實我們看山欄 也看的滿夠了啦 加上一路上的風景 也算真的很壯觀 所以雖然有點失落 但還是很快的就接受了這個事實 準備在騎著原路下山 時間來到了下午接近2點 一路上我們又重新欣賞了一次沿途的風光 接回了307公路之後 一路照著剛剛的路線往三下走 回到市區了之後 時間也接近下午的4點了 我們又回到了路股 這個時間點真的非常的尷尬 今天原本住宿的地方 是在出了納瑪夏之後的假仙 但是就跟影片一開始說的一樣 魯特這一趟並沒有事先限定住宿 一切就依照當下的狀況決定 而今天遇到這種羞弱的情況 我最後決定先走台三線 一路往南 因為明天就是這趟切地掛的最後一天了 如果我就在南投住下來 明天一定是騎不完的 所以最後只好一路沿著台三線往南 最後選擇在台南過一夜 今天是這趟切地掛的最後一天 今天的路線非常簡單 昨天騎了307公路 原本想從達安林道接到雲嶺之丘 再從149甲一路往南的 不過被達安林道的路基施工 擋住了去路 所以只好沿著原路一路往回騎 最後在台南過了一夜 今天要一口氣殺到墾丁 路線的話非常的簡單 繼續騎著台三線 接到岩山公路之後繼續往南 比較特別的是 這一次還想去位於岩山公路上 梁山部落的馬家晃一晃 再騎到墾丁 南部的路線在一開始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 大概就是這條台三線了 騎了也無數次了 這次的切地瓜 原本我也沒有把它排進行程裡面 但是它卻成為了我在這4天中 騎得最舒服 也是完全沒有塞車的一段路 蠻讓我意外的是 原本是不太想騎的路段 竟然變成了騎得最舒適的一段路 沿著台三線以入騎 接到了岩山公路之後 很快的來到了山地門 從山地門跨越過艾遼溪 在Seven山地門門市稍微待了一下 4個東西之後 今天的目的地也離這裡不遠了 紫寶喝足繼續啟程 繼續騎在岩山公路上 在涼山隧道前右轉 這裡你會有一種 穿越過時光隧道的感覺 路徑很小條 兩邊的雜草很茂密 穿越過小徑 接下來是一路往上的爬坡 路面也從柏油路面 轉變成了水泥鋪裝的路面 穿越過水泥路面之後 我們也來到了 里那裡 不是我那裡 也不是你那裡 是 里那裡 因為受到莫拉克封在的關係 使得位在屏東的馬家村 好茶村 大社村被重創 在政府的規劃之下 他們被安置到了這個新的家園 里那裡 有著等待恩典 充滿祝福 及希望的地方的意思 類似敏霸克路橋 充滿希望的意思啊 這裡的房屋就跟德恩雅納一樣 各種色彩的小木屋 加上辨識度極高的斜屋頂 一瞬間還會讓我以為回到了阿里山 而今天 因為時間比較緊迫 所以就沒有在這裡停留 繼續往上前進 離開了里那裡 接到了這條馬家道路 路幅 以這個地理位置來說 算是蠻寬的 路況也都是柏油路 不會說到太難騎 但是沿路會有幾處像是崩塌的地點 還是建議如果是在下雨之後 盡量不要前往 因為現場也有幾個告示牌提醒民眾 下雨之後會蠻容易出現落石的 而這裡的視野 從山上看下去 就是山地門 平時騎在岩山公路上的時候 經過山地門 都會把頭抬起來 看著在山坡上的房子 而這次我們則是用另外一個視角 往山下看過去 還是非常特別的 馬家道路的前身是平35線 之後改為由馬家鄉公所管理 名稱也一併改成了現在看到的平專武道路 為了發展旅遊 原本的計畫是以鄉自治條例 來實施收費 同時總量管制 不過後來在許多民眾的反彈下 目前這個條例還躺在 縣府省議中 而目前要前往馬家 在經過里納妮之後的平專武 是需要申請入山證 才可以進入的 從網路上申請也很方便 而填寫資料 屏東縣政府的承辦人員 人也很好 還會打電話過來確認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前往的話 一定不要忘記 申請入山證 騎了大概20分鐘 我也來到了一個位在路邊的瀑布 這路旁呢 就可以看到這個瀑布了 可能是因為最近山區常下雨啊 所以水量 這個水量真的蠻大的 非常的壯觀 非常的特別 感覺下面應該是蠻深的喔 所以感覺有點濁 不過 看了這個瀑布 個人還是覺得非常放鬆的 那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啊 他是從這邊 往下衝的好不好 我還看了 肉眼就看得到了 非常的帥氣 一路往下衝下來 好啦 然後現在我要準備 繼續出發了好不好 GO GO 離開瀑布 繼續啟程 時間到了這裡已經接近 下午的1點了 所以這次只打算到 馬家的旺夫改良亭 從這個瀑布出發 不用5分鐘 就可以抵達了 這次也很可惜 因為時間的因素 只看到了這個良亭 原本我是想要深入到 排灣族與盧凱族祖先的發源地 就有乏灣部落的 不過在我到了這個 旺夫改良亭的時候 時間已經接近了下午2點 還要趕往墾丁 所以對於馬家的探索 就只好留一點遺憾 下次再來了 下山了之後 接下來的路線 沿著岩山公路 一路接到平鵝公路 從平鵝公路來到墾丁 國家公園 這一趟的切地瓜 就這樣結束了 在我上一次切地瓜 距離現在應該也一年多了 這一趟的切地瓜 其實是有喚醒我的回憶 不過這一次 如果真的要說有美中不足的地方 那大概就是我在一趟需要騎爆的行程中 又插入了很多想要深度旅遊的行程吧 導致說蠻多地方都是匆匆經過而已 像是南山部落啦 山林溪 馬家 而原本預計不該停留那麼久的地方 像是基隆 南投 也因為修路啦 塞車的 類意外 導致行程被拉的太長 之前其實也有蠻多觀眾朋友會問我 魯特我要去切地瓜要排幾天比較好 以前我總是會覺得 切地瓜要3-4天比較夠啦 但是現在我收回之前回覆給各位的3-4天 現在如果是我 可能要來個一個禮拜 才會真的 騎得盡興了吧 我會想要來個小不是 會不會有些小廣告 會不會有些小廣告 有些小廣告 有些小廣告 也會不會有些小廣告 為全新的小廣告 Oh I will open up my eyes So I can see the light Oh and I'll try to spread my wings So I can fly Oh and the darkness starts to fade Feels like things are gonna go my way I'm gonna let the sun shine in the day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 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哦 我是魯特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